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如今最炙手可热的武装男神非肖战莫属 2019年,他饰演的魏无限成为众多观众心目中的新晋白月光 虽然说肖战的脸并没有十分出彩 但他的眼睛却给他增添了不少风采 他的眼睛呈现细长的形状 笑起来时会变成迷人的月牙状 融合了桃花眼与丹凤眼的特点 特别是在演艺感情戏时 他的眼尾自带一抹红韵,散发出无限风景 即使偶尔瞪大双眼 也让人联想到临间的小路 展现出清澈美好的气质 这实在是传说般的会说话的眼睛了 朱一龙 35岁的朱一龙终于获得了金鸡奖 人们常说他是个大器晚成的演员 但实际上是因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演艺经验 尽管年过三十 却有许多人认为他的眼睛非常清澈纯粹 在消失的他中 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渣男角色 然而 许多人在看到他从水中出现 并注视着观众的那一刻时 都忍不住感到心动 这也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他拥有一双标准的桃花眼 同时眼神中也充满了真诚 实在是因为那句眼含秋水脸带桃花 再加上双阴气的剑眉 净显豪气 而且人们都说他穿着古装时的桃花眼最为迷人 也正是凭借着在古装剧中饰演小公爷的角色 他一夜间成名 成为了新一代的古装美男 走红后 他之前饰演过的角色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 有人开玩笑说 他就算演个毛猴都能呈现出阴气剑眉 深情桃花眼 这样深情的桃花眼 难怪合作过的女演员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毕竟谁能抵挡得住呢 吴雷 当谈到新生代小生中发展最猛的 吴雷肯定会榜上有名 他拥有一双像小狗一样的眼睛 清澈呆萌 但也因此使他能再年纪轻轻 就驾驭各种角色 作为童星出身 吴雷早就掌握了用微妙的表情传递情感的技巧 而他的眼睛则成为了他表演的最佳辅助工具 他的眼神能够演绎出痛击敌人时的很利益坚定 也能表现出大仇的抱的痛快与释然 而当演绎感情戏时 他的眼中透露出看到喜欢的女孩时的羞涩 以及听到新女孩向他告白时的欣喜 这些表演都是用眼神在短时间内迅速转化的 只有拥有有神眼睛的他才能如此出色的演绎 吴雷在演戏中同样善于利用眼睛 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技 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为他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霍建华 多数霍建华是天神古人 主要是靠他这双异深灰的眼睛 早期的他多次以素颜世人 即使没有妆容和滤镜的加持 依旧在众人心中是白月光的代名词 他的眼睛宽大明亮 高挺的眉弓和双眼皮增添了古装气质 简直是一把直接挖满人心的力气 特别是他那风营的卧残 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 有人形容他早期就是典型的长肩毛大眼帅哥 给人一种蓝白小白花的气质 但他古像中又蕴含着阴气 使得他的整体气质不显得阴柔 反而透着一股正气 正是因为这样的气质 他能够演绎好那些心怀天下的大侠角色 然而 大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很多角色都是一些绝情寡义的渣男 无论是不负天下只负他的白子化 还是运筹帷幄一字背多疑 渴望情感却不懂情感的红利 他都将这些复杂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尽管这些角色十分令人厌恶 但他那双眼睛总是让人难以恨起来 林心如的眼光的确不错 两人结婚后 有人认为霍建华的眼中失去了光彩 然而 实际上他们夫妻俩都是非常低调的人 早已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要说结婚后眼神中没有光 或许这只是一种误解 毕竟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爱与幸福 梁朝伟 都说梁朝伟长了一双很神的眼睛 宛如风 温和的让人瞬间平静下来 宛如火 刹那间点燃心中的欲望 只想与他一同沉沦 宛如电 一眼即可打动你 让你忘记时间 他的眼睛有着独特的魅力 能够演绎世间唯我独尊的孤寂 长久的孤独 与无法为人所理解的忧郁 同时 他也能演绎情依绵绵的爱美 当他只是你 眼中的柔情让人无法忽视 他的眼中仿佛有一双钩子 深深吸引着观众 在无见到中 他最后的回眸 明明在笑 却让人从他眼中感受到无限的悲凉无奈 正如人们所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而拥有一双好眼睛的演员 在表演时能事半功倍 但观众更容易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 陈晓 陈晓那双眼睛中充满了少年的意气风发 当他出演杨过时 许多人都称他不输给古天乐 可见他在演技方面的出色表现 然而 结婚后却有人传言他眼中的光芒不在 质疑他的婚姻是否不幸福 这可能是因为陈晓结婚后 选择娶了剧中的姑姑 引发了一些舆论 有一次网络直播中 一位使用赵丽颖头像的观众 让陈晓有些慌乱 这样人们纷纷猜测两人是否有过感情纠葛 陈晓和赵丽颖合作过三次 原本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但因为每年的生日祝福而引起关注 陈晓多次表示欣赏赵丽颖的努力和倔强 尽管两人被媒体多次拍到亲密举动 但双方从未承认过恋情 当陈晓结婚时 一些粉丝对新娘陈妍希并不满意 因为她的风评并不好 对婚姻感到担忧 尤其是后来被拍到陈晓状态憔悴的照片 更引发了争议 然而 现在看来 陈晓的眼睛中依然闪烁着清澈的光芒 表现得深情无限 这足以说明她婚姻幸福与否的传闻可能只是无稽之谈 黄海斌 说起古装美男 黄海斌绝对榜上有名 尽管现在的她开始演练师尊等角色 但年轻时的她凭借一张俊美的脸庞可谓是无敌手 特别是在饰演沈浪一角时 她展现了许多人共内以求的运练狼军形象 球妖导演看过她的表演后也对她赞不绝口 曾尝试邀请她来演尔康 肖剑等角色 只是可惜她错过了这些机会 与之前提到的一些演员不同 黄海斌的眼角微微上挑 笑起来有着狡黠的感觉 她的眼部表现较少 但眼中自带光芒 给她增添了一股少年气息 也难怪她敢四次拒绝穷瑶的邀请 想必是因为自信满满的这张脸给了她勇气吧 黄海斌凭借着她的外貌和演技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备受追捧的演员 演艺宽 演艺宽的李循欢角色 让许多人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眼神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深情无限 她的眉目俊朗 眼神如同湖面上波光灵灵 散发着光芒 充满迷人的吸引力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 她都能完美驾驭 深情款款 让人为之动容 1994年 经过在娱乐圈的摸爬滚打 演艺宽终于遇到了让她一炮而红的角色 在《大宅门》中 她饰演一袭红衣满身正气的李循欢 侠干一胆 一搏云天 她的表现备受赞誉 成为她事业的转折点 刚出道时 演艺宽只能扮演一些小角色 连养活自己都是个难题 不过她坚持不懈 终于被剧组选中 以出色的外貌和表现赢得了机会 她一直扮演着那些爱情不顺遂的角色 让人产生破碎感 演艺宽是一个真实的演员 她不图虚荣 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她用真诚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不断成长 成为受人尊敬的艺人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获得了真正的爱情 让人为之感动 焦恩俊 焦恩俊被誉为古装美男之首 她饰演的李循欢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童年男神 然而 就算演技再好 如果没有一双寒情默默的眼睛 也难以成就出色的表演 焦恩俊 眉目俊狼 特别是 在饰演二郎神时 她的眼神充满深情 尤其是看着笑天犬的时候 情感一一眼表 虽然她的外貌和演技都非常出色 但焦恩俊的成名之路并不平坦 初出演一般时 她没有得到什么好角色 生活十分艰难 甚至与一位53岁的阿姨共同出演戏剧 但她对对方的眼神仍然充满深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终于取得一些成绩 然而自家住宅突然发生火灾 给她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焦恩俊的第一任妻子 曾是她的化妆师 尽管受到亲友的反对 她还是娶了她 但婚后她却发现妻子有了其他男人 离婚后由于工作繁忙 她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 二婚时 她本以为能找到一个知根知底 幸福长久的伴侣 结果依旧不尽人意 可以说焦恩俊的感情之路真的非常坎坷 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 娱乐圈那些眼睛会说话的演员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 然后再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